红色背心的男子站在料理台前面整理食材 但仔细看他的嘴巴上叼了一根烟 一边抽烟一边收材料 整个画面被网友记录下来 贴文写着三年前就这样了 会一边抽烟一边备料 还有小强从眼前台面爬过去 我是觉得蛮不卫生的 因为毕竟是那个烟灰可能会掉下去这样子 钢管不好嘛 然后卫生上也有问题 这间渝州小吃摊就位在台中市北区 中国医药大学附近在网路上评价2.2颗星 评论中也有消费者写到 不只有蟑螂老板煮东西还叼着一根烟 来到这间店发现料理台上就放了一包香烟 不过老板澄清影片拍摄当下 他在整理材料店里面没有客人 他才会点烟来抽 我完全没可能说人家你吃我吃饭给人家看 人家也没要买 最基本的嘛 对我跟生意没要讲 老板强调他绝对不会边煮东西边抽烟 未来会再注意形象 不过实案处说 如果业者进行食品制备 不符合卫生规范行为 会依法要求业者改善 如果还是没有改善 就会处最高30万元的罚还 华市新闻红定辉台中报道 哈喽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